長輩朋友也很適合 因為長輩常常就是會望東望西的 然後把手機掛在身上的話 就是你就一定聽得到來疊 它一定不會露節 宣稱補充膠原蛋白 要想發揮最大功效 營養師提醒 必須同步攝取維生素C 膠原蛋白在合成的時候 它是非常需要維生素C 作為一個輔媒 一個幫手的概念 去幫助它合成 如果沒有維生素C的話 膠原蛋白的合成速度 其實是會下降的 甚至是會變得沒有辦法合成 在使用補充膠原蛋白的期間 我們也可以搭配 比如說維生素C 比較多的蔬菜或水果 那像是巴勒 奇異果 這些都富含的維生素C 可以一起使用 頭條開獎最敢講 你的心聲我來講 大家好 我是周玉琴 歡迎大家收看頭條開獎 好 現在兩個小時 我們要趕快 請大家坐進來要上課了 歡迎大家來打卡 也謝謝大家 一起來提醒 要互相的按讚 感謝您 那麼在剛才看到 我們的頭條開獎的好朋友 我們的會員朋友春照 剛才還有在線上 跟大家一起來提醒說什麼呢 動動手指頭 按讚分享加訂閱 感謝在心頭 謝謝 春照你很厲害 你還押韻 好 謝謝我們的頭條自憂生 可愛的春照 那麼當然也請大家不要忘記 把我們今天的影片連結協助推播 那當然就是要分享給您的親朋好友 大家一起頭條開獎 今天第一個小時的三位來賓 就開始為您一一的介紹 首先歡迎的是賴岳謙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他很好 好 再來歡迎的是郭正亮亮哥 大家平安 好 繼續為您介紹 是台大教授怨舉正老師 余晴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可能隨時打噴嚏 請大家多多的包涵 來 今天一開始 我們要先來談一下 菲律賓真的鬧事 菲律賓現在的到底在幹嘛呢 很會挑時間 現在是我們看大陸正在開兩會 所以就故意挑這個時機嗎 不管怎麼說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有影像也有照片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一早的時候 大概才六點多鐘 這個菲律賓就開始出動了 他們的這個船去幹嘛呢 就開始靠近仁愛礁 靠近這個仁愛礁附近的水域 那麼菲律賓的說法是 他們的海岸防衛隊船隻 是在南海做運捕任務 執行這個任務卻面臨 中國海警以水炮襲擊 水炮擊碎飛方的補給船 擋風玻璃 後來造成船上四個人受到了輕傷 那但說實在的 他要說這個是執行運捕的任務 可是呢對於大陸來說 卻認為你根本就是在挑釁 你是故意來撞的 為什麼呢在這個裡面 我們看到預言談天 大陸的官媒也都有報導這件事情 並且也把影像公布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強調的是說是刻意派兩艘海警兩艘運捕船 擅闖仁愛礁附近的海域 向其非法坐攤的軍艦運送物資 而且做了這樣的危險動作 既然這麼樣的故意 當然呢這個大陸方面也就不客氣了 直接噴水炮給你看 我想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這個影像畫面 從畫面來還原 那麼究竟呢要怎麼來觀察 先來聽聽看賴老師的這個說法 因為我們看到這真的算是 近期以來比較激烈的一次 中國大陸跟菲律賓之間的 一個海上衝突 還是客氣了 其實對菲律賓的船隻是無需客氣的 菲律賓就像無賴一樣 小流氓 那麼小無賴像蒼蠅一樣 在你耳朵旁邊飛來飛去 那當然你要把它狠狠的打一頓嘛 那目前來講 還打的那個力道 還是客氣了一點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說 之前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人道的物資可以上去 但是中國大陸要檢查 要確定 但是你所有要加固 在這個非法坐攤的 這個軍艦的任何動作 任何物資是絕對不可以的 那菲律賓很明顯的 就是故意挑戰這幾天 這三天嘛 那麼在墨爾本 所召開的這個澳洲跟東盟的峰會 在這個會議期間裡面 你看看這個主辦者是墨爾本 對澳洲 我們已經強調主辦國本身在議題 議程這個部分裡面 是可以有掌控權的 對 那為什麼都在談南海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是 澳大利亞做了一個平台 然後讓菲律賓在那邊玩 然後安排小馬克斯 去他的智庫裡面去演講 然後特別把中國大陸 數落一頓 一方面又套交情說 我們絕大部分的 菲律賓人的DNA 血液裡面都有中國人的血液 所以因為600年前 中國人就移民 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跟我們的原住民 就通婚了 所以我們的血液裡面都有 好 把這個交情探完了 說我們還是想跟你做生意 接著就開始了 就開始指控了 說如果你不擋我的話 今天就不會有衝突 你如果不擋我 今天就不會有衝突 所以我受傷都是 你中國大陸害的 問題就在於 這不是你家 這不是你家的東西 也不是你家的原則 這是我家的原則 菲律賓當時就已經兩次了 幹了這個小無賴的事情 第一次是從我們台灣 搶走了這個中葉島 就利用颱風的時候 他就非法的去佔領了 第二次就是在1998年 美國去打這個南斯拉夫 炸了中國大陸的 南斯拉夫的大使館 中國正在跟美國交涉的時候 菲律賓就利用那個節骨眼 就跑去做攤了 而且當初也承諾 說我一定會把它拖走 結果有拖嗎 沒有了 1998到現在2023年了 完全沒有拖走 現在已經雙方本來有 還是協議就已經講好了 人到營作船可以 但是其他的不可以 但是你看 他就利用這個開會的期間 然後先向海外的媒體 向國外的媒體 因為他知道西歐 西方的媒體都已經是 就是要把中國寫壞嘛 他都已經講好了 炒作這個話題 都已經炒作好完了 而且他知道西方媒體 就是要把中國寫壞 媒體催完了以後就來了 來了以後帶著媒體來拍馬 這個就是整個演一場戲 所以我才會說無需客氣 這個還太客氣了 下次就把他們抓起來以後 用飛機直接送回本國 去進行審判 船就把他拖回去 把那船扣到中國大陸去審判 當然要像這樣 日本就這樣玩台灣 日本當初玩台灣就是這樣玩的 日本當初怎麼玩台灣 我們去捕魚 而且是在臨界點上 那個捕魚線是臨界點 我們再強調是臨界點 日本是非法的 把我們的漁船扣了 扣了以後用飛機用直升機 先把我們的漁船的船長 跟船員用直升機 送到石原島 宇納國島那邊 再從那邊送回日本的本土 去進行審判 那個船就被扣被拖回去 拖回去以後 還要我們去賠款 去賠錢去把人數回來 日本人就像對於附中 台灣的漁民 我覺得現在整個黃岩島 仁愛礁是中國的土地 中國的領海 中國的海域 你菲律賓飛訪的到這裡來 當然要 至少要採用日本的手法 就是把你扣住了 人用直升機送回去 船拖走進行法院審判 好 來這個亮哥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其實這個大陸海景船 就兩邊噴水 就對著菲律賓 但是也沒有說直接的 就噴他的人 或者是直接噴著他的船 甚至還有在船頭前面在噴 這個市井的意味 是相當的濃厚 可是問題是 他就靠那麼近 越來越近了 那他還不閃開 他小船他也不閃開 差一點撞傷 真的是差一點 他好像有點這樣插過 然後他用東西下來做緩衝 對 就是放橡皮之類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橡皮防撞球 這個叫橡皮防撞球 趕快放不然的話 你看這個趕快放下去 你這個角度還不夠近 因為中國大陸有從上面拍 距離非常非常近 是啊 所以亮哥 你看這次這個事情 剛剛我們其實也看到了 就整個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就是菲律賓說他的 就是認為說其實是什麼 是中國大陸不對 他們做得好危險的行為 可是大陸方面卻認為說 是你根本就是刻意的 故意的 而且還是非法的行為 那當然大陸方面也不能客氣 所以現在是直接 先用噴水的方式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處理 就今天來講 真的一大早 我剛剛那六點多的那個影片 本來還有一個空拍的影片 就看到那個船就這樣子 一直過來一直過來 根本也是大陸的船就比較大 而且還倒著開 中國大陸的船 本因為菲律賓那艘船 是日本給的 所以比較大 大概有2000噸 所以兩個差距沒有那麼大 以前差距很大 我覺得中國大陸有 有在揣摩該怎麼處理 所以出現了這個結果 當然我們賴老師就覺得 是不是太克制了 因為我跟你講 菲律賓這種戲劇化的行動 都是選在特殊時間 就是故意挑時間 上次就是東盟開會的時候 這次是兩會 一個大陸兩會 一個是在澳洲開的 澳洲東盟會 對啦 就是說你 比如說像賴老師這樣 因為賴老師這個 比較單純 你又要說他善良了 不是他就覺得你太過分了吧 我該用比例的原則 該怎麼回籍就怎麼回籍 你回籍他 他就單純了 登大文章說你欺負我 我是小國弱國 你看他又欺負我 他就在旁邊向全世界去哭 就這樣 我覺得中國大陸 會逐漸醞釀 東南亞的國家出來講話 事實上這個時間點 還發生另外兩件事 就是望安灘那邊事實上 中國大陸的船 也跟越南的船有對峙 可是幾乎沒有新聞 表示越南也很克制 坦白講越南跟中國大陸 在南海的矛盾遠到 還有菲律賓 為什麼可以處理到這個程度 人家雙方也在做經濟合作 對不對 這也是在最近的事件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馬來西亞總理安華講了一些話 對不對 他就說 我們也可以跟美國 澳大利亞 日本維持好關係 可是你沒有必要去黑中國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比較平衡的講法 事實上這種立場 我認為大概也是印尼 新加坡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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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新加坡可能稍微偏美國一點 可是大概也是這種想法 就越來越多東南亞國家覺得說 你不要一面倒到這麼難看 我認為中國大陸 應該是慢慢的在讓東南亞的聲音出現 因為坦白講 你就是大國嘛 你跟小國在那邊吵 那小國一定到處叫說你欺負他 你很難說清楚 你知道吧 可是如果是東南亞的國家出來講話 因為東南亞國家其實這向來都是共識決 那菲律賓會比較難做人 所以我是覺得 我覺得中國大陸應該有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就 會有一些比較巧妙的方法 在周旋這些事情 好 不過我也請教一下這個 線上的好朋友大家怎麼看 覺得這個中國大陸 應該要採取更加強硬的手段嗎 贊成請加一 不贊成的話 也歡迎你加二 大家一起來表達一下意見好不好 好 但是這個院老師 我們剛剛在說到 就是今天發生這個事情的過程 我們再來看一看 像菲律賓海岸警衛隊 他們強調是說 他們是在南海在做補給的任務 那是中國的海警危險操作跟阻撓 才會導致碰撞 造成了菲律賓的防衛隊船 輕微結構受損 那麼菲律賓那邊也有發放影片 好 那當然啦 這個大陸方面官媒也有相關的影片呈現 那麼從飛方這邊看到 是菲律賓的新丹桿號 跟中國大陸的海警船逐漸的開進 兩者看起來都快撞了沒轉舵 所以新丹桿號船員 趕快拋出橡皮防撞球 而事實上最後還是在 今天的清晨6點33分發生了擦撞 那麼大陸的海警局這邊也強調 是菲律賓自己違背承諾 他們無視中方一再警告 所以就以不專業還有危險的方式 故意衝撞導致輕微的刮蹭 強調責任完全在非方 所以咧 那我們看到菲律賓的小馬可氏 就可以在這個澳洲的會議上面 來好好的發揮這個題材了是不是 讓他好有故事 可以在那告洋狀是嗎 我覺得這個事情非常清楚 就是菲律賓故意要把事情搞大 因為長期來講的話 我覺得應該分成三個部分來講 這個菲律賓的話 突然的話拿了日本給他船 然後神湧起來了 原來不是這個態度 原來的話都是自己不主動出面 然後就是告美國狀 告歐洲狀 告國際狀 或是用各種方法 這次很不一樣 因為剛剛看了消息你做了個平衡報導 就是說我剛剛看了這個國外消息的話 非方有講有一點差狀 那麼這個非方也丟了防采球 什麼的各方面 然後距離很近 因為船非常大 其實力量也非常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覺得中方目前為止的處境 就是除了是開兩會以外 這個國際的整個局勢 也慢慢劃案為名 就是整個南海地區的話 中國非要拿出一點比較有毅力 有決心的做法不可 為什麼呢 因為南海實在太大了 而且當中最重要的兩個國家的話 就是菲律賓跟越南 他們自己也知道 他們自己也知道 有這個事情的話 如果不來一點教訓的話 會層出不窮 真的是層出不窮 這種事就會一直發生 對 因為首先的話 這個非常敏感 因為涉及到主權 菲律賓也強調主權 地圖一打開的時候 然後我要稍微強調一下 第二方面對中國來講的話 是繼承了中華民國的 那個南海的這個領域對不對 這個主權是從這裡過來的 因為要不然的話 當年的話1947年 為什麼又接受了東沙島 和平島什麼的 那其實就是最南跟最北的 兩個主要的地方 我被稱之為南中國海的話 那麼這個當然是有歷史依據 但是我覺得 美國會聯絡的西方國家 包含東南亞一些國家 在這種國際上的話 因為對美國來講太好做 他只要攪亂一池春水就行了 把他搞得越亂越好 那菲律賓的話 照他的劇情演下去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製造出一種 大奇小的感覺 所以你這個已經搞久了 所以我覺得我還蠻認同 我們賴教授的想法 就是說你到時候時間逼急的話 你必須像這個碰撞的話 是菲律賓發出來的消息 我覺得以後水泡會越來越少 碰撞的事情會越來越多 對 就毫不客氣 不過這個船幾乎一樣大 碰撞你不一定有優勢 不過有一點 那個院老師講的蠻重要 就是日本剛給你一艘船 人家送你一把刀 你當然要捂一下 用一下 拿來用用看看好不好用 不是不是 要秀日本說你送我是對 沒有白送 我都有在好好用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洋物 因為菲律賓本來沒有像樣的船 我們有一次還在講 菲律賓原來被撞的船 很像是我們西湖逛的那種船的樣子 小小 然後趕快撞壞了 說可不可以再給我一艘 以前那個船的話 挨無助撞了 是不是就是這樣 菲律賓是不是就這個意思 就是這樣 對 就是趕快繼續的開口要 要這個要那個 好來這個剛才我看到 我們線上的這個網友們 很多人寫加一 然後還有人說賴老師 別太七七喝水 滴滴鋼鐵叫你要喝水 我常看你們都是叫董哥喝水 今天是叫賴老師要喝水 怕他氣得水壓生 不要再生氣 好來 不過說實在話了 謝謝這個宇宙第一 可愛小貓咪 這個給我們的斗內支持 謝謝您 我來念一下 大陸海警執法多少機位在拍 台灣海巡 你說台衛海巡 離異廉恥一個不沾 前幾天看到有台灣名嘴 在為海巡遞修近期 遭遇大陸海警大船而擔心 大陸海警執法是有嚴格規範的 不懂什麼好擔心的 不如早點習慣近距離的看大船 反正打是不會打 但大船以後也會天天見 說實在的 CNN已經是親眼目睹了 近距離的看不到兩小時 就已經看到好多的大陸海警船 出現在他的面前 這個大陸的這個海警船 確實是讓這個外媒 他覺得好像感覺蠻震撼的 不過說實在話 小馬可是在這個時候 就在那邊說了 說什麼呢 說菲律賓致力於 東南亞國家跟中國合作 達成一個基於 國際法的南海行為準則 不介意菲律賓與中國 恢復和睦共處 還講到兩國都有悠久的歷史 甚至就是剛剛賴老師講到 如果我們測一測基因 大部分菲律賓人 都有中國的基因 其實我家人非常重視 這樣的事實 我們祖譜有個臭名遠揚的 中國海盜 他歷史上曾經在南海水域活動 好這個小馬可是居然談起基因來了 但是現在話講了這麼多 還想要拉高他的分貝 在這個國際場合上 還要講給其他 東盟國家的領導人聽 為什麼呢 是不是因為覺得 有美國在背後撐腰了 所以他就有了底氣呢 今天我們看到就大陸的 這個軍事專家 那麼在微博上面 還透露這個資訊 讓大家看到 是在3月5號 就今天根據 灰狗艦載運輸機飛行活動 顯示美國的螺絲幅航母 已經移動到黃岩島以南的海域了 特別在這邊他發了兩張圖 就尤其就是這一張 因為有艦載機 這個飛行的路線的顯示 因此就認為這個是螺絲幅號 移動到了黃岩島以南的海域 好 待會我就來聽聽看 這個賴老師要怎麼解讀 現在目前呢 這個是不是真的 美軍在背後撐腰了呢 先請廣告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主播賴政凱 你知道膠原蛋白會隨著 軟骨的退化而減少嗎 掌握增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 所以我就要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 倒是沒有錯過喔 一天兩包4D具有 專利膠原蛋白增強行動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研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夠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 西藥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有保障 成分單純0千加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引髮族 還是運動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遊感計畫 打造行動遊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遊會喔 即日起每日完勝 薑黃萃取物口含定 快點夠火熱上架 熬夜爆乾搞得作息大亂 精神不济的你 最需要補給元氣 一次一定調節生理機能 檸檬風味 假電包好機帶好保存 破美國GMP認證 即GRS 健康許可安全有保障 使用獨特水翠技術 保留薑黃中活性成分 95%以上 增強體力 給你應酬完勝超能力 英法族高齡長輩 得要適時補充 調節生理機能 活力每一天 現在坐上快點夠 為你看親愛的家人 健康下班 記得輸入 充電代碼 小馬可氏 好 謝謝大家 線上的網友留言 是蠻多的 不過剛剛講到 小馬可氏還談到 都跟中國有同樣基因的時候 Dicap Beelo說 小馬可氏怎麼看都不是中國性 殖民地還想沾邊 還有談到了美國 是不是真的在為菲律賓撐腰 結果曹瑞說 美國鴻海什麼樣 大家都清楚 那賴老師 賴老師你看到現在 這個美國的航母動態 現在羅斯福航母 還真到黃岩島以南 菲律賓在仁愛礁鬧事 然後這個航母 跑到黃岩島以南想幹嘛 黃岩島以南 那就是這個仁愛礁以北 所以這個動作就很明白了 因為航母的作戰半徑 大概在一千公里以內 所以它的艦載機 當然就是在這個海域裡面 來去執行它的任務 那當然 中國大陸的南部戰區 通常都會根據狀況 如果說美國的航母 有這種挑釁性的話 那南部戰區一般來講的做法 就會宣布那個戰備 然後開始進行實彈演練 那南部戰區的實彈演練 通常都是配合 戰略導彈部隊的 那這樣的話就是 專門來練打航母 那通常美國的航母 它很不願意被練打 因為美國的航母在那邊 就等於是一個標靶船 那中國大陸他們可以透過 這個轟6K戰略轟炸機 也可以透過艦上 也可以透過潛艦 也可以透過按機的 對這個航母練打 所以通常美國的航母 在一旦南部戰區宣布戒備 那個戰備準備 然後準備要實彈射擊的時候 它通常就會離開這個海域 然後就跑到菲律賓的 東部很遠的一個地方 一般來講它通常跑的路線 都會跑到大概在 1600公里之外 因為就是在於 中國大陸解放軍的 區域拒止的範圍之外 一般來講它的慣例就這樣 那我們這次沒有看到 解放軍有宣布 這個南部戰區進行戰備 那就代表說 美國的航母到底是不是在那裡 我們不確定 因為這是網路上的 媒體報導 但是美國航母在那裡 我們不確定 第二個美國的航母 應該是沒有做任何動作 沒有跟菲律賓聯合做巡邏 因為航母沒辦法做聯合巡邏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話 就不能夠去強調說 這次的航母跟菲律賓有關係 可是我覺得 美國跟菲律賓的鬧事 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 因為小馬克思自己說的 小馬克思自己 此地無銀三百輛自己抖露出來 因為他在澳大利亞的智庫 的演講裡面他就說 他說南海的問題 因為他面對他們的 第一個國內民眾 包括杜特地 他們整個家族 還有他妹妹 他自己的親妹妹 這麼多人的質疑說 你不要當美國人的棋子 你不要犧牲國家的利益 去成就美國人的利益 他也面對東盟國家 像越南印尼都到過的總統 都去過菲律賓跟小馬克思 勸告說你沒有必要 去當美國人的棋子 這個我講的都是有貧有趣的 然後國際上也都認為 小馬克思就是當美國人的棋子 他為了洗清 他不是當美國人的棋子 他就特別講了這段話 他說啊 他說南海啊 我們菲律賓不是誰的棋子 是不是中美大國較量下 我們的一個被利用的棋子 他說我是要有我自己的主權 我要為我的國家的海域 那你此地五零三百兩沒有人問你這個問題 自己突然間來講出這段話 那就是告訴大家說 你內心裡面你也聽到了 你也知道 大家都認為你就是美國人的棋子 所以他自己要來解釋說 我不是美國人的棋子 你明明就是 好 那這樣的情形下 很明顯的就是美國人支持他 而且美國人收拾他 所以你給我鬧 你越鬧日本的船給你越多 為什麼第一個 剛剛講的 這艘船我們叫4403好像是 4407 它如果是44米的那艘船 那就是201314年的時候 日本送的10艘小船 不大44公尺而已不大 那但是在2019年 2020年的時候 又送了5艘大一點了 是97米 94米左右 那去年又送了一艘95米的 97米的所以又長了一點 所以日本就拼命的送船 給菲律賓 叫菲律賓拼命鬧 這就是日本跟菲律賓勾臉 那澳大利亞也就派了船 去跟菲律賓說 我給你撞板你要鬧 接著那當然就是美國 美國在後面就是一個 最大的英烏者 他就叫這個兩個 一手日本一手澳洲 對 你們兩個 給我去這樣子弄 然後菲律賓就在前面衝 然後他們兩個送錢就送錢 澳大利亞其實也送錢 對 拨款2.865億澳元 折合台幣58.92億 對 澳大利亞就送錢 日本人就給船 然後菲律賓就說 我這樣鬧鬧我就有 所以我覺得 但是問題就是 現狀能不能改變 它改變不了 飛彈改變不了 我早覺得 中國大陸真的是要鐵了心 黃岩島好好的吹田 我真的是再三的建議 黃岩島一吹田 他絕對有高度的 軍事戰略價值 好 來 那亮哥 現在就是給錢有沒有用 美國也有說要給菲律賓錢 然後大陸外交部都回應了 就說那就等著看 然後還有澳洲 澳洲現在也給 這個台幣58.92億 是要用在 東協海上安全協議 包括海事安全 澳洲的外長還說 我們面臨令人不安 挑釁和強制性的行為 包括在海上和空中的 不安全行為 澳洲現在到底想幹嘛呢 不是說大陸外長王毅 還要在月底要去訪問澳洲的嗎 然後澳洲現在在跟菲律賓 在那裡一直在搞事 這有什麼稀奇 澳大利亞跟美國 也有共同防御條約 那難道不怕影響到 中國大陸的態度嗎 對澳洲的態度嗎 他也沒有選擇 澳大利亞本來軍事跟政治 一定偏美國的 你不要想太多了 不要以為做生意就會變得 連戰略構想都發生改變 這是不可能的事 事實上 我覺得菲律賓是美國 現在在南海 唯一可以動得了的一張牌 因為越南 你去想一想 越南 美國也沒有辦法完全指揮越南 那美國都給越南多少好處了 對 你剛剛帶了多少企業去越南 對 所以菲律賓給這麼一點船 給他們一點錢這算什麼 因為他就是要在每一個區域 都要有一張他可以玩的牌 那南海他最能玩的就是菲律賓 這個就好比 他為什麼一直要給烏克蘭錢一樣 所以應該說整個南海 現在在美國手上只剩一張 菲律賓跟台北打 我覺得越南這個國家 還是比較有智慧 那當然是因為小馬可士特殊 事實上當初馬可士的家族 是怎麼去美國的 有人用了很難聽的字 所以根本就是被綁架去美國的 所以你本來就不是一個 自主的地位 所以美國當然就認為 好不容易你當家了 那這五年要好好玩一玩 不然接下來又是杜特殊他女兒 那怎麼弄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你從這個角度看會比較準確 就是說美國在各個區域可以玩的牌 那烏克蘭美國現在軍事跟經濟上 已經丟給他1000億了 那這個局面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他不想玩了嘛 可是前面他賺很多 是 你也不用出兵 然後俄羅斯估計至少死了31萬人 所以美國覺得他大賺 那北約還復活了對不對 其實那個美國給烏克蘭的1000億 對 又回流到美國 不只回流 而且還要還 這是貸款的 美國就是用主權抵押 對 沒有錯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好不容易抓到一張牌 他一定會用力用 就好比他現在也要用芬蘭 他剛大概要用芬蘭的時候 烏克蘭就知道他快被拋棄了 因為芬蘭那張牌更好用 他還是北約成員對不對 波羅的亞 那三個小國也更好用 還有波蘭 因為都是北約成員 所以我覺得美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他不斷來找牌 在每個區域裡面找他可以運用的牌 那菲律賓用到一陣子搖不動了 就是等於小馬克思快要下台 大概就搖不動了 對 就無牌可打了 就是這樣 好 那所以其他的東盟國家的態度 就關鍵 剛剛提到了馬來西亞的首相安華 他就提到美國歐洲跟澳洲 不應該阻止我們跟中國保持友好 如果美國 澳洲對中國有意見 也不應該加諸在馬來西亞之上 這個其實在近期發言當中是最新的 他等於是再講一遍了 這之前已經講 不要逼馬來西亞選邊站好嗎 我們也想跟中國好好做朋友 但我們也沒有說 不想跟美國做朋友 那現在他直接就在澳洲 而且還是只有在愛班尼斯 在的這個場合上面 就直接這樣講了 要是愛班尼斯在旁邊聽了 會不會尷尬呢 這還沒完 因為還有其他的國家的領導人 我們看到就是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他有一個最新的談話 南海行為準則是需要時間的 那麼去年九月 在印尼舉行東協峰會 領導人就同意要加快談判進程 目標是在三年之內敲定 所以他知道要花時間 現在李顯龍也表態了 還是要往南海行為準則 這個目標嘛 袁老師 只是說需要時間 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對 這個需要時間的話 最主要原因就是 南海行為準則 包含越南在內 都談得差不多了 只有菲律賓突然返回 其實大家不要忘了 這個仁愛礁這個坐攤的船 原來是十幾年前就講好 時間到時候就要自動拆毀了 菲律賓就是失言在先 就是他自己的話 就是食言而肥 本來都已經講好 杜特地的時代的話 根本就沒有這種問題 好像以前講的都不算數 對 所以我說美國有很多牌 就美國喜歡打國際牌 但是我坦白跟你講 那不會有用的 絕對不會有用 因為南海行為準則 非常清楚就八個字 主權明確 共享利益 就非常簡單 南海國家打開地圖 當然像新加坡什麼 他們在澳洲講的事情的話 他們會像李顯龍主動提到 南海行為準則 這個大陸一聽的話 就非常高興 因為你一提到 南海行為準則 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 比較公平的一個想法 因為南海很大 大家也沒有必要說 在那邊分到什麼 它跟陸地情況就不一樣 對不對 基本上的話 算是沒有人住 但是馬來西亞情況比較特殊 結果我自己做了一個判斷 在安華講這個話 安華本身的話 在整個馬來西亞 翻翻覆覆的話 是被馬哈迪搞了一個 人不人鬼不鬼的 現在終於出來領導這個國家 大家不要忘了 馬來西亞是個非常重要的 回教國家 馬來西亞跟印尼出來最大 現在的回教國家 看到美國以及美國的聯邦 面對這個巴以的衝突 就是一肚子火 對不對 但這種情況它會有什麼好話呢 這不可能的嘛 對不對 請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 在整個巴以衝突當中 從一開始到現在 立場沒有改變的大國就中國 其他國家來來回回的話 尤其是西方國家 尤其現在搞的事情鬧大了以後 想要壓都壓不住了 那這些回教國家的話 目前為止拜登的話火上加油 制裁制裁到土耳其 制裁到印尼 制裁到什麼阿拉伯聯合球黨國 什麼的 統統來 馬西亞本身它自己是個回教國家 他們的信仰當中 這一件事情是使得 他們在國際利益上來講 就是為了要幫助自己穆斯林兄弟 那基本上把這話說得明白一點 對不對 這個我們可以很客觀的講說 整個世界當中 從頭到尾立場對待穆斯林的 就是大陸就大國來講 其他沒有人是支持他們這個 其他都表現得很魔力 兩個尤其印度根本就是 說不定良心話就是在忙著做生意 大陸本身維持這個立場 所以馬來西亞會講這個話 我覺得一點都不意外 好不過補充一下 這個賴老師 因為剛剛在講就是說 包括馬來西亞的領導人 西加坡的領導人 其實都有表態 那這個還是要往 南海行為準則的方向去邁進 可是現在你看菲律賓還要通過 所謂的海洋區域法案 那這個等於是要用國內的立法 去固化南海仲裁案的裁決 所以他這樣子出招 你看這個等於是不是有用 有用與否之外 那其他的國家的領導人 算是打臉嗎 如果菲律賓用國內立法的方法 那麼去跟那個偽仲裁 把他綁在一起 那他如果牽制住 把這個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在菲律賓的法律 像等於是違法的情形下 要不就是修改 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要不就是菲律賓 要把他原本所立的法 再把他廢除 不然的話 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就通過不了 南海共同行為準則裡面 其實有一個精神 這個精神是東盟的國家 都樂意的 也就是說對於島嶼 維持現狀 也就是我們 因為他的基礎是來自於 南海共同行為宣言 這個宣言當初有講好 就是說我們現在 所控制的這個島嶼 大家都不要再去 增加控制新的島嶼 而且不要再去 不要對於現有控制的島嶼 進行任何工程 當時有講好是這點 那都宣佈了 那是2002年 結果越南繼續去佔領島嶼 菲律賓也是如此 而且繼續催田 後來中國大陸就看到 忍無可忍了 那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就開始進行催田 這一催就把全世界嚇壞了 東盟國家也都嚇壞了 他們才知道說 什麼叫做催田 因為菲律賓的催田 就在中葉島搞一個小小 幼稚園等等的 然後越南就搞一個小小的 中國一催催的巨大無比 那個就是叫做工程實力 那因為那種催田船 坦白說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 能做出來就兩個一個就是荷蘭 一個就是中國 那中國大陸自己能做出 一個巨大的催田船 那因此這個時候才現實 讓這一些國家 讓菲律賓讓越南馬來西亞等 他們都願意簽南海 共同行為準則 問題就在於美國不同意 不肯的話 那就是在這邊一直從中作梗 因為他一旦簽了以後 你任何意外國家進來 都要遵守這個規則 不然你就跟這十個國家 跟中國大陸為敵 就這麼簡單 好不過現在我們要來展望一下 今年的2024 中國大陸怎麼看呢 好我們來請導播 跟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我們來看看 好這個待會我們會談 可是現在你看 軍力實力是不是最強大 到底是不是美國還有這個實力呢 今天當我們來看到 聚焦於金夏聚焦於台海時 美國的海軍第七艦隊 趕快發了個新聞稿 分號我們來了 例行性穿越台灣海峽 但是東部戰區發言人 馬上也做這個回應 說這個叫做炒作 其實都有全程的追蹤監視 但你想想看 在講到金門金夏 這個水域方面的這個議題時 不要說是NHK 所有這個金門那邊 他們都好緊張啊 然後美國的CNN 甚至也登上了 台灣的觀光船直擊 結果他說 我們出航不到兩小時 我們已經至少看到了 四艘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是啊 到處都有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這是實力吧 來亮哥 不過這本來就是台灣的目的 就要讓它變成國際的政治事件 當然是這樣 所以反中的媒體一定會來報導 這並不意外 現在中國大陸因為在開兩會 所以一定要等兩會 3月11號整個結束 才會決定下一步要怎麼出手 那可是現在有一個東西 是讓台灣自己要想清楚 因為家屬反對 所以你遺體沒有辦法解剖 那遺體沒有辦法解剖 你能結案嗎 不能啊 是啊 那遺體要不要怎麼還 冰起來 那遺體你永遠都冰在金門嗎 我跟你講政治就是這樣 你不能有一個具體的東西留下來 那不然他就會變成一個政治目標 所以你看他前一陣子 那兩個生還者 提前一天趕快回家 因為留下來你就麻煩了 留下來到時候海警船來要人 那你現在變成是海警船 跟你要遺體跟遺傳 那你司法始終不能結案 我跟你講我認為 這個兩會之後 這個就會變成焦點 你不要台灣不要以為問題結束了 他今天事實上在那個 他們要回去的時候 他故意去塞一個小紅包 88萬 然後上面寫一個 第一期未斧金 結果對方拒收 拒收啦 拒收 坦白講他就是 就是你拿了我就說我有做 對啊 所以我們兩個已經有一個 有一個點在那邊 那現在他就是完全不留下來 這種東西 所以這個事情沒有結束 然後你司法審判 沒有遺體解剖也不能結案 那你怎麼可能把人家遺體 永遠留在金門 你這問題一定要處理 對啊 所以就懸在那裡 所以我就說海巡署真的很笨 怎麼沒有想到這個是一個 政治問題 我說11號之後 那掌控權是在誰的手裡 能夠出手的人手裡 誰 我跟你講 我覺得那天質詢 頭腦很清楚 可是質詢的最無奈的就是 陳雪勝 陳雪勝他就問管媽 他說 我們金馬就夾在中間 難過的是我們金馬的老百姓 還有金門的駐軍 還有海巡兄弟們 他們就不斷的 因為按照SOP他一定要出任務 對 然後金門馬祖的人只要出海 就每天提心吊膽 對不對 你到底我這個狀況 你什麼事要幫我解決 對 陳雪勝是那天沒有大鬧 大鬧立法院 不然他是有充分資格大鬧 可是他已經把問題丟出來了 因為這個問題的結果就是 你上綱到管轄權主權之爭 就是兩岸槓著 那倒大媒的就是前線的人 當然 就是這樣 可是這個會隨著時間的累積 金馬的抱怨就會開始出現 所以那個縣長不是丟了一個 議題丟在前面 說到時候我們搞獨立算 吳森烈也是這樣 是啊 就是這樣 所以我跟你講 遠遠沒有結束 政治 可是我覺得他們就是 沒有在想前面可能 引爆的那個政治的火 沒有還在前面 所以還有得談 好 來 我們要先進廣告 待會兒回來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就是特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何外的折扣 趙徐佳很早前就知道佩智 有很大的一方面是因為他很羡慕他 他也想成為他 他不會 天才西天才 只有他來能懂第一次 就是望念教愛這個孩子佩智 一對佩智的展示 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就是閃閃發生 一切就發生那麼可能 其實就是因為他的爸爸去世了 穿越於草莓世界 無知識世界之中 到底哪一個世界的我們才是真實的 我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嗎 你快來天才結果發揚我們去找大人 好 感謝我們線上的網友 更要謝謝孤英 謝謝你這個支持 看到你這個也送出我們 頭條開獎會員資格 好像送了有五個了對不對 不止喔 好多個 好 謝謝 謝謝 這個非常感謝 我看到這個Sharon還有留言說 是孤英大善人 好 請大家不要忘記記得幫我們按讚 繼續來加會員 歡迎大家一起來 這個到我們頭條開獎這個大家庭裡面 不過說到了在剛才講軍事力量 軍事力量 賴老師我先補充請教一下 這一次我們看到是台灣的媒體 林傳媒他有個獨家 他揭露了什麼呢 說是在2月27號這天發生了一件事 是大陸有三艘3450噸以上的海警船 到了台灣的東部海域 而24海里臨街區 結果海巡說沒有錢去監控 但是海巡後來回應 他說我們都有知道啊 我們早就有發現了 然後說立刻就有通報艦隊分屬 派了台日海域的南投艦去應處 而且也通報了海軍艦戰中心 請附近巡役的海軍寧揚艦 所以等於派了兩艘軍艦 一個南投艦一個寧揚艦 然後後來是經過廣播之後 要求他們離開 所以這個事情 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 說真的 我們剛剛講到了 這邊是拼命的要宣傳 美國的這個伯克級的驅逐艦來囉 來到台海這邊水域 可是怎麼這個都沒有講呢 然後到今天才看到台媒的揭露 都幾天了 2月27號發生的事情 當然不能夠讓台灣的民眾知道 因為民進黨沒有要解決這問題 而且早就我們就預估了 說你金門的問題 今天是水域沒有了以後 那台灣海峽 或是台灣周圍的這些界線 也就不存在了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 為什麼24海里這個都沒什麼 12海里就是 因為進來的是海警船 是警察 警察他就是來進行 我們叫做行政管轄權的 那我們常常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原本我們有我們的行政管轄權 我們的海巡署就在我們的經濟海域 還有我們的這個臨海裡面 跟臨海的毗林區 在這個地方進行這個執法 就是我們所謂的行政管轄權 然後在這個地方執法 是具有排他性的 因為那是我們的主權範圍內 那在主權範圍內 你就有排他性 可是當你今天 你失去了排他性的時候 你就沒有主權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 然後問題就在於 台灣的輿論也不懂得 這個事態的敏感性 也就是說 它事實上就告訴你說 大陸的海警船 已經進入了24海里 就是在經濟海域內了 在經濟海域內已經開始 它進行它的常態性執法了 所以大陸當時 福建的海警局 他說我們的 會進行常態性的執法 而國泰邦說 沒有所謂的境界之水域 沒有所謂的台海中線 那這句話講得很明白的意思 也就是說 沒有所謂你的主權的領海 還有經濟海域的問題 這都是中國的領海經濟海域 所以中國的海警船 就開始進行常態性執法 你可以阿Q的說 我不承認 但問題就是它的海警船 就進來24海里了 你怎麼樣 那所以它這個 3400多噸的 對上了我們所謂的 南投艦 泥洋艦 台灣船比較小嘛 那個台灣大船的海警船 就有兩艘 3000噸的就有兩艘 大陸有135艘 就完全不同的量級 而且是又小又老 又小又老 一個是陽字號的 那中國大陸是導彈 飛彈區逐漸退役之後 轉成為海警船的 對 所以它只是把那些 原來的導彈設施拆掉 但是炮塔是留著的 機槍炮是留著的 那所以它的作戰力 跟它的雷達的巡邏能力 跟它的執法在海上的能力 都很強 我講一下金門 我突然間有個想法 假設金門鄉親 因為陳學生 已經提到的幾個概念 如果有一天金門鄉親 他們說或是這個福建的鄉親 不是那個馬祖的鄉親 他們說我們要公投脫離台灣 他們脫離公投脫離台灣 然後他脫離了以後 他說我們要回到 中國的懷抱裡面 我們要加入中國 成為一個縣 那怎麼處理 民進黨政府要怎麼處理 那這個變成 國際間重大的事件 那個獨派樂見 就是民進黨政府不敢這樣欠 那接著澎湖呢 沒有沒有 澎湖就不一樣 台澎不一樣 澎湖如果也要脫離 金馬可以脫離 為什麼澎湖不能脫離 你講那個沒有政治的力量 做支撐 可是外島真的有政治力量 做支撐 好 來 這個邱泰山 現在說大陸人不是本國人 也不是外國人 所以訂一些規定 有很多不同 然後我就在想說 那現在你是怎麼看大陸人了 但現在還尋屬還在強調 這次為什麼談不攏 因為陸方在堅持 他們的三部政策 我們不接受 堅持沒中線不行 不承認違法事實 不接受 不承認我方法律 這個也不接受 所以錯是什麼 錯是在對岸的錯 是嗎 來 老師 代表真的是非常難過的事情 因為這個任何人 他們也瞭解這個情況 我們講這個 我們先講法好了 中華民國滅亡了嗎 中華民國還存在 我們每天日曆打開 是中華民國對不對 113年 就是中華民國不是涵蓋大陸 這是講法 講理的話 人家也是人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講說 多南亞人跟你長得都不一樣的話 你就是四年 然後大陸這邊的話 因為他自己出生地 然後就弄了很長時間 我們認識很多人 他們都是敢怒不敢言 為什麼他們害怕 他們覺得六年 走九個盤頭 還真怕就改了對不對 那講情的話更不要講了 因為邱太宰講這種話 基本上就是無情對不對 我不跟你說他無情無義 但是基本上的話 就把大陸 因為現在這個情況 已經非常危險了 我剛剛聽了半天 我要講兩件事情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 梁哥講得很好 怎麼兩會來不及搞這事情 我跟你講現在已經在討論了 為什麼 因為原來王滬寧 在開對台工作會議的時候 還有和平統一 現在兩會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和平統一了 這什麼意思 沒有和平統一 是要什麼統一 大家想也知道 所以你邱太宰這邊的話講 他們現在民進黨的想法 非常簡單 就是說我們就不要進門了 也不要馬祖了 省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大陸講得非常清楚 從1949年古林頭開始 到1954年的話 這個協防條約 跟美國協防條約 然後到1958年炮戰的時候 這個毛澤東想了一個 叫做繳索計畫 就是說基本上把你拉住 拉住的話 你跟大陸之間就不要分開 那我們老總統也是認為 也是相信 這個不是繳索 是反共大陸跳板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付了非常多 我們男孩子當兵的 很少人沒去外島的對不對 我們每一個人都這樣 我們來教授更清楚這些事情 對不對 他這個外島最前線 所以我要強調的重點就是說 你要瞭解 如果說沒有這個歷史背景 你開口閉口想丟掉 你憑什麼丟掉對不對 我覺得你根本沒有資格做這個事情 而且第二點的話 我必須要強調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如果你不要金門 原來我們拿金門當一個天賤 是一個防守對不對 你現在不要的話 情勢非常緊張 你這個一些的做法 我覺得現在情理法當中 既然有人要談這個陸佩的問題 他們認為這是人權的問題 你順水推舟的事情 都不願意做 真的是讓大陸傷透了心 我告訴你 好 來亮哥 所以我們回到兩會 這次李強的工作報告當中 確實沒有了和平統一 有和平發展 但是統一把那和平兩個字拿掉了 這什麼樣的一個意涵導播 所以再來我們看到電視牆當中 這個裡面他其實談到了很多 一方面是對台的談話 大家聚焦 再來當然就是談經濟 今年的GDP看5% 這個從大陸的經濟的展望來說 該怎麼來評斷 做不做得到呢 看起來恐怕又是 外媒要唱衰的時候了 丹哥 沒有寫和平統一就表示 不一定是和平統一 就這意思 字面意思就是這樣 統一本來就包括各種策略 本來他定調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 他現在知道 可能別的軍事的因素要加進來 不然就是懷柔政策不足以達標 簡單講就這意思 或者過去的種種的 知道你已經看到很多人 都已經講這個觀點了 包括金燦榮 包括復旦大學沈毅 軍方金一南都講過 都講過 所以接下來當然就要出招 這個只是最高的戰略在定調 就表示他會有其他的軍事性的手法 就會開始出現 可是這也不等於武統 就是說他會有軍事的手法 開始加進來 因為台灣長期習慣講嘴炮主權 你從來不知道 領土主權是靠軍事力量支撐的 現在就是逐漸的你就會知道 領土主權事實上只有軍事力量 說話才算數 所以當他說沒有執法線的時候 那就看誰的軍事力量 有能力去落實 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才說 這個在金馬的老百姓跟駐軍 就是最倒楣的 好 來 賴老師怎麼解讀 我倒比較悲觀 你也知道我的立場 一貫是煮噪惡 一貫悲觀 對 什麼立場本來很樂觀的 現在變悲觀的 因為我一貫的主張都是 應該是用和平的方法 來解決兩岸的問題 這長期的立場都一樣 因為我覺得 我們兩岸的中國人 真的不應該再相互的殺害了 我父親他們是參加過抗戰 也經歷過內戰的 然後最後來到台灣 所以我從小 在我們這個村子裡面 在眷村裡面 聽到我們的叔叔伯伯 也講他們的過去的這一生 從跟日本人打仗 然後到兩岸 因為那個都是悲劇 都是人倫的悲劇 所以我是在那個村子這樣長大 我們當然不願意 兩岸的中國人再互相殘殺 因為這個都是悲劇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背後的 那個英武者就是美國 所以我覺得應該 應該就對準美國貓開來打 這個才是硬道理 那你把美國打垮了 坦白說 這個依靠美國過日子的人 每個人都是 整個士氣都瓦解了 那他根本就不敢 再跟中國大陸 或是跟 不管是菲律賓 或是日本或是誰 也不敢再跟中國大陸叫板了 那台獨的也就乖乖了 那就兩岸的問題很好解決 所以真正解決的辦法就是 好好的把美國人打痛 這個才是硬道理 那我這是我的 我個人的想法 那當然很多大陸的朋友 他會認為說 我們解放軍 怎麼現在跟美國人打 你這樣子不是要我們去死嗎 那這點邏輯我就不太懂 打上去就是會死人嘛 那問題就在於 你不跟美國人打 你跟台灣 然後中國人這樣自己殺 然後呢 那殺完了 就像俄羅斯跟烏克蘭人這樣殺 那俄羅斯為什麼不去 好好的把美國人打痛嘛 把美國人打痛 烏克蘭就怪怪的嘛 本來就是這樣的一個 基本的道理 我個人倒認為 大陸現在是在於 準備好好的的目標 其實不是在台灣的民進黨 他的目標其實就是 美國的軍人 而且東部戰區也已經擺明了 就是美國的那隻黑手 已經擺明了嘛 這次李克強的政府報告裡面 李強 其實 李強 對不起 李強的政府報告裡面 也已經講得很綿密 雖然沒有點名 但是講的就是美國 這個霸權主義嘛 那中國大陸絕對 跟你幹到底嘛 所以我覺得 中國大陸的政府 已經有這個決心 解放軍也有這個決心 現在要的是 大陸的14億的民眾 支持政府 就是好好的去處理 跟美國之間的較量 所以未來的命運 其實是在美國的較量上 而不是在去那邊 兩岸之間喊打喊殺嘛 不過這個較量又 這個其實有談到 就是在李強的報告當中 也是要加強這個軍備 作戰的準備 然後呢 這個 還有就是在經濟方面的 這個較量 這個亮哥說實在話的 這次大陸方面也宣示嘛 要在這個經濟方面 要再繼續衝 而且甚至談到了很多 都是在科技的部分 那美中關係也談到 持續是惡化的 沒有錯 但是不要覺得 大陸的經商環境不行啊 還是有更多的招商引資開放 不是嗎 那是不是能夠帶來實質的效益 今年比較複雜啦 事實上大陸的 這個政治報告就直接這樣講啊 就波鬼雲絕的 國內經濟形勢與國際政治形勢 坦白講國際經濟形勢也 蠻不確定的 其實李強也談到 就是說這個形勢是嚴峻的 而且不好預測 而且我認為美國在香港 這個國安法23條入法那一波 一定會打一波金融戰 我認為這個是李強沒有 開公開記者會的原因 就是他不要讓你知道太多訊息 就不要讓你亂問 就是要他要知道要有 政策靈活的必要性 那這一關一定要過 所以基本上他認為香港 大概六月之後就穩住了 可是六月之前 可能會發生一些事情 事實上我最近在看金融時報 英國的美國的華爾街 彭博 都是一路看空中過 而且沒天寫 我認為他是有計劃的 那就是要醞釀一波金融戰 所以這一波中國一定要挺住 因為 上面有Live 我是先看到這個Live的字樣 後來才發現原來有多一個 這個很可愛 它寬 寬了以後你這樣掛在脖子上 其實一點都不會覺得痛 還滿舒服的 像我們現在就會常常忘東忘西 一忙 然後更容易就是會拼命的在找手機 如果說你有一個掛繩 然後你隨時可以掛在脖子上 或者是你不掛著的時候 可以碗在手上的時候 就會相對而言 比較不會讓你手機找不到 長輩很適用 上班族也很適用 那學生我覺得也很需要 就是很有個性的一個裝飾 是不是很可愛的 為了慶祝女神節的特別節日 快點夠線上三發女神節 限定優惠 即日起至3月15日 女神專區滿3,800 送238貨員點數 無論是維持良好體質 自帶女神光的實際研 德國專利招援蛋白生態 太陽星全校特別一生俊 還是讓您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級好閨蜜 每日完勝 白腎豆退群物 口寒定 或是讓您當個自帶女神 解放雙手的 Pick Fighting手機掛繩 都是絕佳選擇 現在就唱快點夠 旅神專區滿3,800 送238貨員點數 把握機會 聰明下班 頭條開講最敢講 你的心聲我來講 大家好我是周玉琴 歡迎大家繼續的鎖定 我們第二個小時的頭條開講 謝謝大家 幫我們繼續按讚 感謝您 今天我想第一個小時 我們花了問題 花了時間談兩岸的問題 那麼尤其關注的就是 兩會正在進行中 那麼對台當然也是一個焦點 今天在第二個小時 我們持續關注 李強總理他的種種談話 我想今天三位來賓 都要做更多的闡述跟分析 那麼當然另外一方面 當大家都在關注著 兩岸關係 是否要持續緊張 更加的升溫 不過也有平面媒體 獨家的揭露 說其實大陸過來了 到哪裡呢 我們的東部海域 而我方也出動了什麼 出動了軍艦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今天要來談談 更多的內幕 今天三位來賓 在這個小時的哪三位 趕快為您來介紹 首先歡迎的是蔡政元委員 主席好大家好 再為您介紹的是 李桂敏委員 郁琴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王上志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一開始 先來看一下 大陸的國務院總理李強 做了報告 工作報告內容當中 大家當然非常關注的 就是在對台方面的談話 那麼我們看到 在這一次 他還是一如過去 談九二共識 談和平發展 但是你說和平統一嗎 沒有 只談統一 所以差別在這裡 另外一方面也提到了 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 好 當我們在關注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說外國的媒體關不關心 當然很關心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讓路透社就提到 中華去年政府工作報告就稱 要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繼承 但今年的報告 統一前面的和平這兩個字消失了 所以連路透社都特別關注了這個焦點 我想先來請教一下蔡委員 所謂的和平統一 和平兩個字拿掉了 只剩下統一 那是要大家去填空嗎 怎麼解讀呢 大陸上很多的正式的 而且是重要場合的文件 一定是自自斟酌 對 幾乎每一個字都反覆推敲 他對外面所要傳達的訊息 是什麼的狀況 尤其是所謂的總理的 這樣的一個政府工作報告 他以前習慣上都講和平發展 和平統一 講了那麼久了 突然之間和平發展還在 和平統一的和平不見了 我是覺得他終於清醒了 為什麼 我一直在跟很多人講說 和平跟統一不一定能夠綁在一起 有時候有和平就不一定能夠統一 有統一就不一定能夠和平 因為統一是否能夠順利 是很多因素交雜出來的 然後要用和平方式達到統一 這個也不夠科學 也不夠客觀 為什麼 因為這些複雜的交雜的勢力 可能會使你的統一 往非和平的方向走 不一定是中國大陸單方面 能夠主導的 如果你把它當作一個教條 那就是表示 你的統一的目標會越來越遠 什麼因素 第一個中美的架構 中美之間的戰略的矛盾跟衝突 會決定於說 台灣島上的政治的發展方向 而且台灣島上的政治發展方向 又有內外兩個因素 第一個 美國到底要主導台灣的方向 往哪邊走 美國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 如果今天對中國大陸講說 我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然後私底下說 你今天搞台獨沒關係 對不對 我觀點不方便出門 找國會議員整天跟你尬場 會不會 有啊 對不對 那對於這個 如果有比較親南的媒體 就扣你一個反美 如果是台獨派系 就扣你一個親美 用這個方式在台灣島社會上 製造台獨勢力成長的空間 連國民黨現在都不敢講他反美 哪敢對不對 我也是親美政黨 對不對 我沒有統一 我統一不是我目標 不是都講出來了嗎 在美國威力底下 台灣島的所謂的什麼愛國 什麼統一的勢力 不可能成長大陸上 你除了關起門來自我幻想 要不然這是不可能出現的事情 那現在就剩下一個要不要統一 那不同一什麼事都省起來 那要統一 那就可能和平的道路不是唯一的道路 所以他現在大概已經開始認知到 這個客觀的事實 尤其從驚嚇事件更認知到這個 驚嚇事件本來 所以這兩個和平統一的和平拿掉了 純粹講統一 是因為驚嚇的關係嗎 不排除了這樣的考慮 因為本來一個很單純的事件 民進黨一定要把他搞兩國論 一定要把你搞說我的禁憲之學 我的權限 我的什麼有的沒有 是嗎 大陸上就面對很大的壓力 也許大陸的關聯 或大陸的領導階層 想吞下去 大陸老闆就是氣得要死啊 那你做一個執政黨 大陸的執政黨共產黨 你面對這個局面 你還繼續講這個東西 那只會被大陸老闆 罵你跪台班吐槽泥啊對不對 這個就會贊成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所以他現在就傳討外面訊息 統一目標能滿在 要不要和平以後再說 好 我們看 這個李強總理的說法 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和久而共識 反對台獨分裂和外來干涉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堅定不移的推進 祖國統一的大業 那麼但是他還特別談到的就是 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 我想其實跑兩岸很久的上志 在這一次看到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強 所做的這個報告當中 他其實做了這些闡述之外 當然他要種種的報告 在報告裡面其實大家就看到說 就講了這些了 然後主要之前都會講到說 要談交流啊交流啊 但是現在沒有所謂的交流 去年報告還有促進兩岸進行文化交流合作 那這些文字你看 比方說還有兩岸同胞血脈相連 感覺上就說又要很感性 然後又要交流要融合在一塊 就那些東西好像都變少了 或甚至是沒看到了 然後則是談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增進兩岸同胞福祉 這個字啊字數啊 更你要說是變少了 更精簡了也行 然後呢再者 對於整個兩岸的這個工作上面 或者是所謂我們講的主旋律 是不是都開始要做調整了 可是這個調整又帶著什麼樣的用意呢 我覺得在兩岸關係上當中來講是這樣子 首先呢在每年兩會 在兩會召開的這個時間點上呢 我們要關注的其實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習近平在兩會當中 又宣最後宣示了什麼 第二個部分是在兩會當中 有沒有通過涉及到 跟兩岸有關的政策法案 比如說先前包括反分裂 包括跟國安有關的部分東西 一旦這個東西通過了一些 過去前所未有所涉及到 比如又針對台獨通過什麼樣的法案 這個東西就不容小覷 我覺得兩會的重點主要還是在這兩個 那麼是這樣子 我覺得涉及到兩岸當中 一定要記得永永遠遠 其實只有習近平的講話 是最大最大的關鍵 李強的部分的角色 他作為國務院總理 他在做工作報告的時候呢 雖然是這樣子 他所提的東西 他絕對不會是一個 真正是一個大原則大方向的東西 李強的位階或者在權力的結構上 在兩岸上不是這樣子 他比較是執行角色 國務院總理在執行 特別在國務院東總管國台辦 在這裡頭有很多的 兩岸的方方面面的 所謂的涉及到兩岸的 包括所有的事物 都是跟李強的有關 那麼特別是兩岸經貿 這裡頭是李強所主管的 所以我們再看 每次李強發言的時候 主要是他怎麼銜接 習近平的指導性的思路 所以在這次他的發言當中 我看見的重點 首先是這樣子 無論如何在這幾年中 最兩岸最重要的是生化融合 因為生化融合 習近平已經提了三年了 而且從過去只有原則方向 再之後更細化 再最後具體的做好 到去年有敏台 生化融合的示範區 也就是說越來越具體 歷史性的地理性的 最後的這種所謂結論性的 也就是說 就從剛剛蔡議員所提到的 無論合不和平 無論最後再推動統一 統一的具體是什麼 你說就是政治上沒有 現在已經把你局限造 敏台這個地理性的 是未來他投資建設 發展的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 我看今年的部分最關鍵 生化融合還是在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就香港 出現了什麼叫 中華民族根本利益 其實過去來講 其實在描述兩岸當中 雖然在講中華民族 基本上我們聽到習近平 或所有的用詞上 大概就像剛剛玉琴所講的 它是個情懷性的東西 講到跨道民族 中華民族不是在講中國 不是在講一個中國 等等的時候 他一定是情感性的東西 可是現在開始 在今天我們今天談到 這個東西叫 什麼叫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兩岸的根本是什麼 這個東西現在有點模糊 也就是說我相信在接下來 兩岸的交流與否 我剛剛講國議院在推動實際執行 兩岸交流 包括閩台 包括剛剛講大灣區等等的 這些東西 那個開始要顯現出 深化融合的根本性是什麼 那個根本是什麼 比如說兩岸年輕人當中要交流 希望台灣青年能夠更多的 我不要想什麼認同祖國 至少要重新再認識對於中國 對於中國有我們一些更積極的現代化 未來AI科技的這方面的認知 這個是不是中華民族的根本 我們平常在思考中華民族的根本 都以為是history 過去的情感 可是中國大陸不是 中華民族現在在這幾年被應用到 在政治的語彙當中 描述的往往是未來性 也就是說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是未來的根本利益是什麼 那當中要怎麼體現 怎麼來推廣 所以這裡頭我們要特別注意 現在這種新的情感的部分 它不會再往未來 沒有更多的過去了 剛剛講消失的和平 這樣子的關鍵字 消失的交流這樣的用詞 這在賴清德民黨執政 的這個所謂台獨執政這個概念 我覺得永遠不要忘記 他們會又把賴清德 台獨的什麼忘記 不會的 非常嚴肅 所以看看這兩個關鍵字 不是說未來不交流了 而是交流不是主旋律了 而要尋求根本利益 尤其未來的利益 而這未來的利益 很明顯是集中在統一 為方向的各種的 未來性的產業 各方面青年交流 之方的利益 所以更多的細話 我認為是這樣子 未來還是在 後面習近平還是我有講話 一來兩會之後 最後還是會有一些 習近平的大的定調 或推出的新東西 因為歷來過去都是前年年底 會有一些生化融合 過去他生化融合等等的 都是前一年的10月11月 但是因為2023年 因為涉及到台灣選舉 所以反而除了 習拜會 拜習會 有一些比較重要的 兩岸宣誓在去年11月之外 單獨針對兩岸習近平 沒有說什麼 所以我相信今天兩會 最後可能閉幕 前後有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特殊的新的指示 比李強現在說話 要更重要的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對 確實如此 所以剛才我們所談到的就是說 當我們關注到 就是這次大陸兩會召開 我想其實每一天都值得關注 每一番談話 其實都確實有非常 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可是在這次 當大家都在關注著說 刪除和平統一之外 還增加軍費了嗎 可是如果光講國防 軍事 我請教一下蔡委員 增加軍費7.2% 這沒有什麼不同 因為其實事實上 跟去年相比的話 這個比例也是差不多的不是 非常少 很少嗎 我覺得太少了 為什麼 還覺得太少 太少了 哎呀 這個大陸都花在軍委上 怎麼那麼斤斤計較 我算給大家聽 他這個7.32兆台幣 相當的美金 大概2360億 多不多 為什麼美國是8860億 這是美國的一個小零頭 可能三分之一都不到 這是第一個 跟美國比金額太少 第二個跟GDP的比例 國防監委是保護GDP 所以大陸的GDP是17兆美金 它現在是2360億 才1.35% 跟台灣比太低了 台灣是2.6% 對 我們超過2%了 對 我們2.6% 美國還要我們加到3% 美國多少 美國3.6% 俄羅斯多少 4.5% 俄羅斯在打仗爭 所以大陸 從GDP的比例太低 所以它表現出 我是和平的國家 因為排在它後面是誰 是日本 日本是一個沒有軍隊 叫自衛隊的國家 日本都還多少 還1.1% 那你大陸這麼大一個國家 才1.35% 能看嗎 我覺得不能看 是 真的 為什麼這麼客氣呢 所以當然有人講說 什麼預算 不是 全世界編這個預算 通通是根據IMF的規定 有些說你大陸退伍軍人費用沒有策案裡面 美國也沒有 美國退伍軍人部的預算 國防部預算拆開了算的 這個是有個IMF的基本規定 因為IMF的會員都招他的規定 編預算的 所以我是認為 而且他很有趣的 他還把武警的預算編在這裡面去 裡面還包括武警的預算 因為武警是解放軍指揮的 所以就歸到軍會裡面算 美國各州的國民 國民兵 國民警衛隊 各州政府還不在國防預算裡面 所以美國事實上是膨脹的 而且美國的國防 他們叫國防防衛隊 國民兵 有空軍有海軍 像佛羅里達靠近海的海軍 然後好幾個州 有錢的州都還有F-16 我們還沒有 所以我是覺得 這邊2360億 會不會大陸覺得我2360億 我做軍事預算買武器 是自己做的比較便宜 像我們自家種菜 自己來吃比較便宜 美國是要外包的 所以要佣金給參議員 眾議員 總統 每個人再撈一點 系統性貪污 而且軍火商的股票還要漲 所以還要很多的鼓勵 因此中間加碼比較多 不排座的可能性 扣掉的也是差很多 所以中美要較勁 在2360億怎麼跟人家 8860億筆 但我換個角度來思考的話 其實剛剛蔡委員您講說 其實都沒有什麼變動 沒有增加太多 我反而會覺得說 那可能還沒有真的要打 沒有真的要開戰 你要解釋 你說軍隊增加7.2% 你要這樣算 通貨膨脹大陸上大概2.5% 扣到2.5% 沒了 再來第二個 它是今年經濟生長力 去年5% 去年5.2% 今年5% 等於說這個跨年度 已經成長10% 你軍隊才增加7.2% 難怪跟GDP一比 就掉下來了 是好 來來來來 所以我請教一下 這個桂民委員 當我們在旁邊看著 看著現在目前兩岸的升溫 然後再來對照 在今天大陸官員 而且是這麼重要的 一番談話 那我們要看看 尤其像企業界 他們應該要怎麼樣來解讀 我覺得是這樣子 像我前一陣子到國外去 到歐美去 我走了一趟 然後我接下來跟外國的友人講說 我現在結束行程 我要回台灣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很緊張 他們覺得說 台灣現在還好吧 你會發現就是說 我們從這個 我們在台灣 在看兩岸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跟從海外在看兩岸之間關係 是截然不同的 當然我覺得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原因 其實很明顯 就比較像溫水煮青蛙 就是說 你已經常常碰到這些情形 然後天天都碰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這個也沒什麼 上次也是 上次也這樣 可是從國際友人的 這個角度上面來看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兩岸這樣子發展 其實是非常非常緊張的 我完全同意就是說 其實從政治上面 尤其我跟對岸的接觸 從還沒有從政之前 因為我是國際大所的 這個合夥律師 所以我們在以前就已經接觸 的確對岸 他在做任何的 這個表達意見的時候 他是自自斟酌 所以當今天他把這個 和平兩個字拿掉的時候 他其實他有他的這個寒意在 當然我們也期待就是說 像這個上次提到的 如果說接下來的話 這個習總書記 他出來的一個談話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critical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他很重要 那我必須要講的一個重點 是在哪裡 我覺得在對岸的部分 為什麼他在 你會發現 不僅僅是這個兩會 而且再加上這個 我們的這個壯傳的這個事件 你會發現他是不是走 他是走一步算一步 還是他有整個的一個計畫 其實我覺得他是有整個的計畫 他是有計畫 他並不是說 我碰到了這個事情 我去解決這個事情 然後其他東西是 剛好是不小心 或者是怎麼樣 你從他的這個上船 上我們的這個 漁船上面的這個檢查 零零種種的東西 其實你必須要很 他非常的重視一件事情是什麼 他在國際間的 他的立場 他今天做的所有的事情 他要維護他將來 因為他要訴求 像他提出來說 這個是內政問題等等 他要確保他在國際間上面的 法律上面來講 他是有立場的 他不會讓美國 有其他的藉口 認為說 你因為你是怎麼樣 所以我可以介入 我要國際譴責 他把這些的佈局 其實都做好 好 你可以看到最近 為什麼我覺得 他還是有一個 在等待的一個期間 因為過往 我們看到很多的時候 對岸是對老百姓有期待的 他是期待就是說 你這個民進黨政府 基本上來講 他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什麼事情也沒做 他期待你的選舉出來的結果 是能夠讓一個真正可以執政 不會讓 所以他提到民族利益 不會讓這個問題 持續的就是擱置的 可是他看到的結果 出來選舉出來的結果 也已經出來了 還是民進黨當選 所以這個地方他有沒有期待 我覺得他的過往 你看到他每一步 他過往的期待 其實他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他現在已經決定說 他要走自己的路 可是他還有一個因素考量 那個因素是什麼 其實就是美國 過往他覺得說 不管怎麼樣子 如果你台灣的人民 有什麼樣的一個決定的話 那不會就是美國講什麼 你就做什麼東西的話 那他還會有他自己不同的 規劃跟步調 可是今天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所以他會認為這個局 是他在跟誰下 他認為這個局 是他在跟美方在下 那我們看到在美國的部分 其實除了我們講說 歐物戰爭 除了中東之外 最近我們也看到 這個不是講說美國的後花園 我們講說巴西 拉丁美洲 巴西 墨西哥的這個事情 然後再加上美國接下來選舉了 所以美國的選舉出來結果 以特朗普的個性來講 特朗普的個性他是商人的個性 他商人的個性 並不像傳統的政治人物 他要以他的利益為優先 所以這個整個的局 我覺得可能跟美國的選舉 持續接下來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我們要看的 是 好 所以我相信 其實這個大陸 有自己的步驟要做了 那現在暗部就班 一步一步的來 可是究竟要把兩岸 帶往哪個方向呢 當然我們再看 民進黨的這個官員 其實都在那裡 忙著在打政治口水的時候 其實大陸確實是有動作了 最近當我們都在看著 驚嚇水域 或甚至是有沒有 越過海峽中線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大陸方面的這個船艦 其實已經不僅是海警 還包括像是軍艦 甚至是軍機 都是比較頻繁的來到 台灣的東部地區 到了東部附近 那麼究竟又代表什麼呢 在今天其實連台灣的 國防部長邱國正 也被記者追問了這件事情 我們在待會 廣告之後回來會繼續討論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 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膠原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 來自於內在 實際鹽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兩千磅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irisol 女神專用 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 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 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出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 額外優惠折扣喔 每一個商碼 後面都有一句金句 但它不長 但它短短的 但是我覺得它很特取到 每個人的心 它就是很單純的純粹 我超可愛 記得給自己多一點肯定 你真的超可愛 謝謝大家 在收看我們頭條開獎的好朋友們 請大家不要忘記繼續來幫我們在線上按讚 歡迎大家踴躍的加入我們頭條開獎的會員 今天又看到幾位新的頭條開獎會員加入 非常開心 因為在今天呢 在我們的這個線上 行天天下市的直播時 我們在下午的時候 在這個直播 就有看到新同學進來了 很歡迎 那也希望大家 能夠踴躍的加入頭條開獎會員 接著我要來跟大家先說一說 這個到底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秘辛啊 現在是被台媒揭露出來了 還發了個獨家哦 結果今天記者就針對這個獨家新聞猛追問 這個邱國正部長 我們說到這個台媒呢 到報導的是說 中共三海警船進犯我二四海里 海巡卻無暇顧及 國軍後來派了巡防艦支援 怎麼說呢 這事情是發生在2月27號 當時呢是大陸的海警船 台警船有三艘 進入到了台灣東部海域 24海里臨街區 結果當時呢是有海巡艇 結果居然沒監控 國防部就緊急派出了寧陽號 飛彈巡防艦前往這個地方 並且就是打破了 國防部與海巡署過去的協議 那個模式是什麼呢 說是海巡管海警 國防部管軍艦 這樣的模式說就被打破了 好的 但是到底整個詳細的情況如何呢 海巡無暇顧及是真的嗎 結果當然就問海巡署 海巡署這邊也有回應了 那麼海巡署的說法是 2月27號下午就已經發現 東部外海有三艘不明目標 編隊航行 後來是確認了是這邊號 海警有三艘編號 花蓮港東方53海里往北航行 結果海巡署就有通報艦隊 那當然後來就有派出軍艦 但是說實在他們特別有強調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是有來 但是當時是為了要什麼 疑似是為了要閃避海面的漁網 所以大陸的海警船才會駛入24海里限制的水域 一下子就離開了 所以只是一下子進來 一下子馬上就出去了 都只是很短暫的時間 而且還有我方廣播要求驅離 這個都是我方後來被問到之後特別強調的重點 蔡委員那你怎麼看這個事件 我是覺得我們整個台灣好像都沒什麼 國際海洋法的知識 國際海洋法規定 十二海里是零海 你有相當高強度的管理權力 十二海里到24海里叫比林區 不要講什麼盡限制水域 那騙人的啦 或什麼限制水域 那個國際海洋法授權各國 在十二海里到24海里 是講說如果你在十二海里 追捕走私的犯罪分子 你還可以離開了十二海里 追到了24海里以內 是你的執法可以 不表示其他人不能經過 這兩碼子是 任何人包括我們台灣的船 要經過任何國家的 所謂的比林區的話 只要我們不是有害通過 什麼叫有害通過 我這個砲管就對著你海岸打 而且是對你還有攻擊能力的 海警船沒有攻擊能力 它又不是飛彈 導彈飛行什麼 什麼導彈 海警船不是有從軍艦改裝而成嗎 還有武裝能力 這是個機砲而已 機砲打不遠 打不了十二海里 所以對於這個十二海里到24海里 這個比林區 什麼侵入我國 什麼水域 不然你也要有衛星 不是自己也要有衛生好不好 你這 為什麼整個關聯都不懂 國際海洋法是全世界一番都有的東西 要不是什麼三四年封存的秘艦 不是 這個任何國家的任何船隻都可以通行 連林海都可以無害通行 何況是比林區 沒有他們現在的意思是說 誰都可以 但是就是大陸的船不行吧 誰規定 民進黨都這樣 沒有人這樣規定 剛好大陸挑戰你是剛好而已 為什麼不可以 我開來你要來打來 顧客戶 你又打不過人家 說不客氣你又打不過人家 我跟你講 你不是回到那個什麼 孟甲電影裡面那個小流氓的嗎 對不對 那種姿態 你要跟國際上講說 我台灣是講法理的地方 我一切遵守國際海洋法 那國家全世界才會給你聲援 你就講不管 不管你國際海洋法怎麼規定 我自己玩玩那一套 你是誰 你是誰 Who are you 這樣聽懂了吧 所以我是覺得 對於台灣的政府觀念 你在講什麼緊張什麼 十二海裡到二十四海裡 只是你追記罪犯可以出去 到二十四海裡你就不能追 那這個空間不表示別人不能過 誰都可以經過 不管軍艦 民船 貨船 你連干涉的權力都沒有 這個法律寫那麼清楚 還要我們交嗎 好來這個上智 所以剛才我們看到 這個海巡署當然也解釋了 但是還是要靠什麼 還是要靠軍方來出動這個船艦 而在問題是 當被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個邱國正部長 他就說不論是在台灣海峽 還有東岸 固定船艦都有在巡弋的 所以遇到狀況就處理 沒有什麼跨越的情勢 所以這個跟報導就不一樣 因為那個說法是 有短暫的進來然後又離開 但是邱國正是說根本沒有所謂的 跨越的情勢 感覺上好像是不是要低調 還是要降溫 因為在今天其實記者 有特別問到他 你怎麼看兩岸 結果後來不會緊張嗎 他說當然緊張 能不緊張嗎 其實他自己都承認 他對於現在的局勢 是蠻緊張的 所以這樣子的回答 是不是也讓你不意外 其實當然在這次有關金門 漁船撞船事件的之後 我們都知道全台灣最緊張的 其實就是邱國正 因為在所謂的漁民本身的 一些紛爭衝突 乃至一旦上升到海巡 我們海巡跟對方的海警 的這個層面當中 無論對峙 乃至未來有任何摩擦 在下一步當中 其實就是軍事了 我覺得只要任何兩岸 有common sense 像類似邱國正 這樣子邱國正部長 都知道在軍事這方面的 兩岸的部分的衝突 這已經是紅線之紅線了 所以你一旦要到這樣子的地步 而且最後是從海巡跟海警 再等於跟大陸那邊 由這個地方的 無論處理或驅離 或各方面 一旦處理適當 往上或往內 到最後到這個紅線的時候 這真的是難以想像的 恐怖的地步 而且一旦又是為了一個 無聊迫事 像這種漁船 我跟你講我們真的做兩岸 跑兩岸三十多年 有關於這兩岸漁船的一些摩擦 碰撞等等之類的 真是多出不知反擊 而在當中來講 民間自己本身的一些處理 因為主要是沒有涉及到人命 而且這當中是漁民自己本身 不像我們這次我們的海巡艦艇 去撞人家的不能床所造就的 這個是在過去是幾乎 沒有印象有這樣子的情形 是很很罕見的 所以我要講的部分是當然緊張 而且在這一次 所有的兩岸敏感衝突裡頭 中國政代就是最大的壓力 因為軍事國防就在這個紅線上 但是我們不得來看 現在有個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無論從剛剛講 我非常同意剛剛蔡英文所提到的部分 當然台灣的媒體在思考 或觀察兩岸當中 彷彿都恨不得有衝突 只要一個即使沒有衝突的東西 都要解釋從引然 是不是更靠近紅線 當然他才有一個新聞 才有一個獨家的新聞 所以我非常同意蔡英文講的 我這是一個沒有嘗試的新聞 你稍微弄清楚之後 這男友敏感要到這樣的地步 去追問邱國正 而邱國正現在描述的 他說他的緊張 不是就這件事情的緊張 而是就金門的漁船 這個事件當中 一個無聊迫事 搞成現在這樣子 已經到海巡海警的這個level 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到 現在在整個環境當中 還有一個部分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我們現在真的一直在假設 好像那個無論海權也好 捕魚也好 民間捕魚來講 到兩岸的海軍的 這個部分的軍事 彷彿有沒有從某種程度的 這些中線 彷彿剛剛講 這個24海里當中 一進來其實就是我們的 過來當中是不同逾越 這裡頭不方便剛剛講 蔡媛提到的國際的 這個部分海權當中的 這個界定之外 事實上大家很多 在地理位置上 其實很搞不太清楚的 就像我身邊聊起來 這件金門漁船事件 很多人真的以為 你知道都以為 就廈門的漁民 過了那個大概 我們大概金門跟他 大概普遍最遠的 大概十里 都覺得好像五里之後 廈門就要回去 殊不知你到漁民 繞到金門外海到距離 台灣海峽中間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捕魚到 所以那個地方 也都充滿了很多漁民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以為金門靠 金門靠東 大陸的漁船都不能來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現在大家對於 海權跟海事跟捕魚的無知 在未來這樣子的 兩岸的這種漁民的衝突 如果沒有判定清楚 特別是動輒民進黨政府 或民進黨這邊的 立法委員自己搞不清楚 狀況 還包括像管碧林 這樣子的官面搞不清楚 說三道四造就了 特別用意識形態 幫助對抗 往往就把一個 可以大事化起來 好事化無的這種和平性 跟對台灣的安全性 搞得積選不寧 對 其實還是關鍵在於 兩岸的關係緊張與否 當兩岸關係好 兩岸人民 彼此之間有善意的時候 其實就算是靠得很近 大家甚至還會在彼此的船上 互相打招呼 就算是軍方的 其實就是看過去 就是你看到我 我看到你 然後但是也不會有發生擦槍走火 或者是衝突 因為大家都知道如何去避戰 還是有善意的存在 這是兩岸關係好 但是一旦不好了的時候 你說太靠近了 容易擦槍走火 但也有可能就是有所謂的灰色地帶 灰色地帶 當你習慣了 所謂沒有進線至水域線了 也沒有海峽中線了 然後到了東部了 然後這四面八方 通通都可以來了 那如何呢 那就是越來越靠近 進到有一天 如果真怎麼樣了的話呢 那是不是就是要開戰的時候 所以就是說 要不要緊張 要不要擔心 當然在軍方 只要是在軍方的人 多半都說其實會蠻擔心的 但話說回來 其實現在這個兩岸關係 如果是關鍵的話 那是誰讓他緊張的 熟令置之 我們就問誰造成的 今天一個漁傳翻覆的事件 民進黨的官員 可以把它操作成這樣 然後呢 現在人家家屬很生氣 也很憤怒 但是怎麼辦呢 就看你沒有誠意 要繼續好好的解決 乾脆先回去再說 你說要給錢喔 那我不拿總行了吧 所以呢 我們看到現在呢 你說要給錢 每人十萬元人民幣 人家拒收 再來 現在呢 還在那個壯傳這兩個字 不能用這件事情上面 大做文章 一堆的這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通通都在講同樣的一件事情 而且居然像洪生漢 他還說壯傳啊 是中國人大代表用的詞耶 所以怎麼能用呢 用了的話你就中中同路人啦 所以他把它抹紅了 好再看 林俊憲也在講 絕對不能夠附和壯傳論調 否則的話 那妳就是吳三貴 不能夠讓妳這些吳三貴得逞 這是什麼 這是又來了 又是不斷的在政治操作 好所以我來請教一下 這個貴名委員 現在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就怎麼辦呢 就只好這樣在那邊 怎麼解決呢 今天大家關注的是 沒有真相的話 人家人都回去了 怎麼處理 我在講這個議題之前 我可不可以先回到 剛才的那個問題上面 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中國大陸他作為 就是他希望將來 他跟中美之間的爭霸 他將來希望成為 世界的霸主領導人 所以他在處理 即便是兩岸之間的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他也會讓全球 他會看到他說 他是將來作為一個領導人的話 他是守這些相關的 國際的規定的 所以你會看到他在做 所以我才講說 他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是有規劃 他是有佈局的 而不是說 讓所有的人 他是走一步算一步 絕對不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除非他將來 不想當全球的霸主 否則的話 這樣的事情是絕對不存在 所以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要提到 就是剛才玉琴提到的 其實他就是尊重 為什麼過往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講 我剛剛前面也在提到 我在從政之前 我以前跟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從政之前 我就跟對岸的人員 因為法律的案件的關係有接觸 你會發現他們在做 所有的事情的時候 他事實上他的規劃 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他的走的每一步 其實都是他有他的道理 可是我們再回來講說 這件事情上面 台灣明明是一個民主國家 曾幾何時 不准講壯傳 然後不准講別的 今天是民進黨執政 他完全是一個專制 我記得 原來我還在立法院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有超真嗎 稅收超真 超過五千多億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講說超真超真 民進黨在立法院也講說 不准講超真 然後我就說 我就偏講超真 他就是超真 然後今天你講壯傳 為什麼說不能講壯傳 他就是壯傳 他沒說誰撞誰對不對 但是它是一個事件 當人民用他的用語 去表達這個事件的時候 你這麼多的限制 那我必須要很坦白講 這件的事情上面 剛才玉琴有提到說 人家家屬不接受你的 這個慰問金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說 不要把它想成 這個兩岸之間的關係 你就想成是一般的 假設你在外面的車禍事件 被害人家屬不接受 你的慰問的時候 它是什麼樣的含義 它的含義就是說 這件事情不會善良 如果我們不要想兩岸 你就單純的想車禍事件的時候 你今天碰到一個事情 你其實可以在第一個時間 很快的把這件事情 能夠把它安撫掉 能夠讓它過去 能夠讓它不成為一個 後來不管我們講說 上傳檢驗或者什麼零零種種 或者跨業線 先不管它有沒有這樣規定 但是這些的東西 其實你民進黨政府 如果你有心 是真的為了我們的利益 真的有心要解決的話 你在第一個時間解決到 今天會不會鬧成這個樣 今天不會鬧成這個樣 今天你造勢的人 我們講說很簡單 我們講車禍事件 不管誰對誰錯 已經發生了 發生的人 你不去解決它 然後你還在那邊說三道四的 然後講這個講那個 然後就是說 不准去發現事的真相 不准去用這個 我不喜歡的詞彙 你想想看 這個問題怎麼能夠解決 好 你今天行政單位不解決問題 誰承受後面的後果 老百姓啊 就是全民承受你一個 不專業的 無為無能無知無感的 行政團隊 做出來的一個只有拖延 只有把事情 越拖越糟的情況之下 的後果誰承受 就是我們全民承受 對啊 所以就不准你 不准講撞船 強調這個是海巡執法事件 而且在立法院當中 我們看到有藍白都有立委 現在說提到說要成立一個 翻船的釣月小組 釣月小組有可能嗎 這個民進黨趕快拼命的擋了 說不可以逾越憲法 民進黨這樣講有道理嗎 我們先進廣告馬上回來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每天 能攝取到足夠好俊 因此越來越多人選擇 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竹 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經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對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為了慶祝女神節的特別節日 快點GO線上三發女神節限定優惠 即日起至3月15日 女神專區滿3800送238公元點數 無論是維持良好體質 自帶女神光的實際研 德國專利招圓蛋白生態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還是讓您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閨蜜 每日完勝白聖豆萃取物口寒定 或是讓您當個自在女神解放雙手的 Pick Fighting手機掛繩 都是絕佳選擇 現在就上快點GO 女神專區滿3800送238公元點數 把握機會聰明下班 好 謝謝大家頭條開獎 接下來這個階段請大家繼續 幫我們來按讚衝一下 蔡委員說實在的連林佐水 這位都看不過去了 民進黨裡面的大佬說話了 結果他說什麼呢 他說這個涉及重大國安隊的事宜 處理幾乎成了危機 所以國安團隊該檢討 就國安團隊該檢討嗎 還是整個上上下下都應該檢討 就像您講 你常常常講台語 那我也講一下 說話不好啊 為什麼 因為真正的癥結點是 你要把真相釐清嘛 那你有影音黨 為什麼不拿出來 所以現在呢 你看在野立委說要調院小組 這個專案小組要做什麼呢 趕快看看雷達軌跡圖啦 傳載航程資料紀錄儀啊 完整的無線通聯紀錄嘛 對不對 可以嘛 聽起來可行吧 看資料總能夠變真相 但是馬上 民進黨動作可快了 但幹事長吳思堯就在立法院想打 說什麼 立委權力再大也不能夠逾越憲法的規範啊 還要求藍白懸崖勒馬 這有道理嗎 哎呀 我覺得 吳思堯當那麼久的立法委員 好像法律也搞不太清楚 這個立法委員的 這個所謂的調閱權 憲法上沒有寫 是大法官給予的 這個他很清楚 大法官解釋可以的 他今天所謂根據 4次第729號大法官解釋說 以前立法委員可以調閱資料 這個新的解釋是說 不可以去跟檢察機關調資料 請問你現在我們成立的 立法金門翻船調閱小組 是要跟檢察官調資料嗎 不是 誰要跟檢察官調資料 要跟你海洋委員會調資料 要跟你海巡署調資料 你派船怎麼派的 這不能問嗎 你這個通聯紀錄 小婷這個海巡船出去的時候 岸上指揮官怎麼指揮的 叫他扣船嗎 叫他撞船嗎 還是像以前 情侶有個很有趣的社會新聞 有個警察 警官莫門決定被判刑 為什麼 因為他在追擊一個黑社會的人 然後他後面喊說 趕快撞了趕快撞到死 結果被錄到了 所以法官就說 你這個執法不當 而且怎麼可以下命令 叫前面的警察把人家撞到死 對不對 當然後來沒有出什麼人命 可是這個警官就被判刑了 會不會有這種情形 這次海巡署自己都講了 官員自己都說有兩分鐘 加速 有加速 他嘴巴都講出來了 那把加速的紀錄給我們看看 誰命令的 所以這個立法委 調的不是去調檢察官手上的資料 是調你海巡署 還調你國防部的資料 729號也沒有講說 不能調這些資料 當然你不能去調偵察中的資料 偵察中的資料 那也要看看什麼 有沒有移送法院 移送法院你也不能調 但是這個沒有人跟檢察官調 也沒有調老百姓手上的資料 那調誰的資料 調公務機關 非司法機關的資料 誰說不行 吳思雅你不要擴大解釋 你什麼時候當了大法官 我都還不曉得 可是他們現在都在講說 這些資料都已經交給檢調了 到時候有檢調來說 那是拷貝版的 什麼雷達資料 通信都是拷貝版的 對啊 所以資料就只有一份嗎 貴明委員 對 我覺得要講說 這個調閱權是違憲 我基本上來講 我想這個法律人 大家都不會認同 這個顯然就是一個託詞 我們也看到立法院裡面 在過往 你記得以前有毒品 整包的毒品掉了 那個時候我們也是一樣 希望能夠調閱 那個時候 當然那個老柯 他也不方便 所以他還是讓我們 成立了一個調閱小組 只是我們在調閱的內容 在勾激的時候 比如說像剛才蔡委員提到的 就是說你的偵查不公開 你要保密什麼東西 我們還是可以做 但是並沒有講說 立法院是不可以有調閱 因為畢竟立法委員 是監督行政官員 行政官員 你如果有任何的違法 或者是違紀的事前 我們當然是可以調閱 只是說出來之後的結果 你這個事件尤其非常嚴重的 它並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它的影響的層面是很大 它會讓兩岸之間的衝突升高 我們實際上面也看到了 就是說因為你行政官員的 這個不專業 造成那個結果 你已經調了最好的一個 能夠把問題順利解決的一個時機 然後你反而不去解決它 你反而還出來 一直搖旗吶喊的講說 是別人不對事嗎 你可以想像說 像這樣的一個方式 不但於事無補 更嚴重的是 不僅僅是傷害兩岸之間 還傷害到我們全民的一個權益 對啊 尚智 其實你看這些民進黨 這些政治人物 會我們要講政客嗎 你是看他們這樣子的種種的行為 完全就是沒有要好好的去解決 反而是想要再製造更多的事端 讓大家覺得更加的不安嗎 尚智 我這簡單補充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在這一次 有關於這一次的這個 從金門遺傳事件所引發出來 種種包括立法院 我一直覺得最近 我覺得在新的立法院 在選後立法院新任之後 我覺得就是洪生漢 吳思遙 我忍不住都覺得 雖然也有管碧琳 但我忍不住覺得 現在就新一批的 現在立院民進黨的這些 所謂黨團裡面 他不斷的在詮釋 跟管碧琳裡外合詮釋很多 意識形態當中的這種複雜化 把一個原來應該要認真處理的問題 不斷的一直在意識形態上 主權啊 台灣之類的名字 這邊弄來弄去改來改去 讓這個東西複雜化 我忍不住小人之心 小人之心一下 我覺得他們就是一起 用意識形態的複雜化 而不去實質去正視這個問題 本身的真相是什麼 實際要解決的東西是什麼 趕快把這事情翻頁 而是跟民進黨 所有面對於兩岸 涉及到的政治事件當中 就不斷的炒作炒作炒作 王國敢弄一弄一 在弄的時候 一直在兩岸翻腾 然後他們一直不斷的曝光 然後最後大家就一直都 就很認識洪生漢 跟人是無私了 可能些人都對嗎 你根本都不認識 所以我忍不住 用這樣子的角度看 這件事情應該 如果是真正的有能力的 特別是在執政黨方面 你要快刀斬亂嗎 至少真相要鋪陳 而且反反覆覆當中 遮遮避避扭來扭去 每天看著這種部分 在在野黨 在在野黨 在野黨就要求兩個 一個不能真相 一個好好處理 明明也就是從頭到尾 這個初衷就這麼簡單 但是他們就不斷的長出 很多很混沌的很複雜的 我覺得這當中有太多 政治的目的 甚至包括個人 在這個知名度的目的當中 卻故意仿佛民進黨 現在黨團在立法院裡頭 在對抗這些在野黨 藍白的當中 他們好像不斷的捍衛 你覺得就純粹只是為了 要讓自己更紅嗎 就是這樣 我覺得你現在看下來 這幾天在立法院裡頭 管斃林部分是一回事 可是你看這裡頭 在搞什麼鬼 就是不斷的一直在複雜 詮噓著管斃林的失職 失當跟無能 而在表達了很多 亂七八糟的這個東西 讓事情變得無聊又複雜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要補充 前面兩位的部分 每個角度 不過說實在的 你看這個如果這樣素質 大家覺得這些國會的 民進黨的立委們素質如何呢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 民進黨的官員的素質吧 今天我們來舉他為例 他是勞動部長 許明春接受節目的專訪的時候 強力的捍衛要開放印度移工 到台灣工作這件事情 這個政策他很努力的來宣揚 結果他說外交部有幫忙評估 會先引進印度東北地區的人 因為不管在膚色飲食習慣 都跟台灣比較相近 那邊大部分是基督教 製造業營造業農業 都是當地的強項 就什麼不好講 講到了膚色 講到了膚色 然後呢 結果馬上這話一講完了之後 他就上國際媒體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印度經濟時報 就說台灣的部長 因為印度招募種族主義言論 而引發了爭議 然後就把許明春到底 他怎麼講 這邊是言無許 許明春怎麼講的 就把他報道出來 台灣的官員怎麼說 如何如何 那好 結果呢 引發了很多人的留言跟批判 就認為說 原來是個種族主義者的部長 哇 不得了 嚇得這個許明春 趕快出來成經解釋 就連外交部也出來趕快還家 蔡委員 許明春講的是老實話 他們第一個在美國的壓力底下 希望去給印度的好處 半導地產趕快搬過去 哎呀勞工趕快引進來 這不要騙人了 台灣什麼時候需要印度勞工 不需要 如果你真的要引進的話 你說膚色相同的 那中國大陸一大堆要不要引進 你怎麼不做呢 而且這個所謂交通成本更低 你現在講的什麼印度東北地區 就是阿薩姆邦 阿薩姆邦有一個龐大的人口 簡單講就是漢障語系的民主 當然是屬於黃種人 印度人基本上皮膚比較黑 或者是有那種高加索人 那種白人的那種臉孔 這個大家都知道 是個客觀的數字 可是他講的是說 外交部有幫忙評估 會先引進阿薩姆邦附近的人 這些人膚色飲食習慣 跟台灣比較近 而且那邊很多人是信基督教 難道你一招人的話 你是不是信基督教 看看外表 比較像黃皮膚的 而且你是不是吃台灣菜的 是不是這樣子 我是覺得很莫名其妙 當地的什麼製造營建 農業都是當地的強項 我們現在引進人家來做農 我覺得都不要了 我覺得建立民進黨 就乾脆一不做二不休 就專門找那個黑皮膚的印度人 為什麼要搶那個黑皮膚 因為以前英國人 在管香港的時候 找了很多 我們叫印度阿三 來當警衛 當警察 我們台灣現在最缺的 不是勞工 缺的是兵 我們乾脆就直接找印度人 黑皮膚人來當兵 然後在海岸部 全部都是印度人 而且印度人 跟大陸人是有點仇恨 就讓他們打第一線 這樣不是很好嗎 而且待遇也不會比這個差 差不多 這不是好辦法嗎 對不對 沒有意思 沒有 這個中印邊境發生衝突的時候 大陸解放軍用拳頭 直接就把印度軍人打死了 這個我印象太深刻了 沒有我們台灣的軍人 打得過這些解放軍嗎 沒有台灣軍人拳頭 會比打得過解放軍 他們職業的我們是義務的 這不太一樣 職業我們是業餘的 這個差太大 那我們就特別到印度去篩選 你在印度當過兵沒有 對不對 有的話二十幾歲了 通通找來 怎麼會 印度人口十幾億對不對 隨便找 有好幾十萬 我們缺什麼兵 找來當兵比較實際 找什麼勞工 不過來說實在的 你看 這個許明春一講錯了之後 他馬上失言之後趕快澄清 真的沒有歧視任何族群的意思 肯定印度移工的素質 和工作的表現 發言不夠精準 造成外界的誤解 他會檢討 趕快表達了歉意 那結果 外交部也要出來 趕快好好地解釋 這個副司長說 對於政府未盡妥事說法 引起了國內印度或國際的批評 我國政府表達誠治歉意 會虛心檢討 說真的 這個桂名委員 這個許明春 他所講的這番話 該不會就是 看著外交部的稿子唸 結果背背背出來的 背出來就照講 所以其實應該是不是 外交部害慘了許明春 我覺得應該這樣看 就是說我們每一次 就是說讓世界看到台灣 在民黨執政的時候 看到台灣都看到負面的台灣 我記得以前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看到都是正面的 現在看到的全部都是 要嘛就是天花板掉下來 然後要嘛 其實這個事情 真的在國際間來講 它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因為不管是宗教也好 種族也好 它的這個 discrimination 它是在全球上面 是絕對不允許的 所謂的全球不允許是什麼 這些東西這些什麼膚色 宗教這些都不該這樣提 對它是在民主的國家裡面 民主體制之下 你是絕對不可以有 這樣的一個種族提示 你實際上是不是有提示 我們都知道在美國 也肯定也是有 但是就是你在台面上的時候 是絕對不可以有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從這個上面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的官員 真的為什麼 我一直在講就是說 專業的東西 然後為什麼 我記得那個 第八屆的時候 馬總統提名我上 那個到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就是希望 就是說能夠把這個官員的 國際的這個水兵 你去當勞動部長 一直這樣 對 把它拉上來一點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處的是 國際的社會 你在國際社會裡面 你對於國際的遊戲規則 你必須要能夠清楚 你如果不能夠清楚的話 你每一個動作 其實都是讓你國家 施分 更何況我們現在的外交處境 其實是非常非常弱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不但沒有得分 你還是施分 更讓那些跟你斷交的國 覺得說我斷交有理 所以這個是非常嚴重 第二個我們提到說 我們現在靠的是民間 你剛剛問我的 是民間的部分 那個我必須要很坦白的講 就是從半導體的產業 製造業來講 為什麼他們會希望 就是說是英語系的 這個國家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的manu 就是那個操作的operator 操作員他操作的有一些的 這個規定上面 其實全部都是英文的 所以對他們來講 比較方便 可是我們要必須很坦白講說 民間有民間的顧慮 民間的顧慮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顧慮 你必須要去理性 民間是覺得不安全 因為我們在看到很多的時候 因為不管是婚姻制度也好 或其他其實畢竟是不一樣 那你應該要做的是說 好產業界有這樣的需求 你必須要做 但與此同時 對於民間的擔憂的部分 你是怎麼樣子去緩和 讓民間不用擔心 我覺得這個才是政府官員 該做的 而不是說老是在這個話術上面 來講說 哎呀我這個不小心講了 但他其實是從你不小心講的時候 就知道你真正的心態是什麼 確實如此 不過說到了這個丟臉丟大了 這個國際的門面 不就是我們的機場嗎 淘機居然也出包 這個上誌 今天我看到我們的中天記者 就訪問到了一位在機場的台商 就說這種事情在大陸發生的話 都是要問責的耶 都要究責的耶 而且事先都應該會有 你要去飛航班的話 一定會接到通知 說機場那邊有什麼樣的問題 對不對 居然還可以塞機塞成這樣 然後讓大家等了好久 真的是民怨沸騰 我想我來講 桃園機場真的是非常有credit 對 因為我在前20年的工作 當中在亞洲飛來飛去 這個桃園機場每個禮拜這樣 每個月飛來飛去 不知凡己 這個幾百次 很感傷 首先感傷是在於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桃園機場 對台灣的門面 你真的要比那個什麼 寧夏甘肅寧夏 比烏如木齊的機場 都還要落後 硬體建設或各方面來講 都難以想像的部分 我們當然不要跟中國大陸比 我要講的部分 其實包括在整個亞洲 我覺得我作為 在整個亞洲生活的部分 要知道吃辣腳機場 香港部分 它雖然是在98年建的 我們的香港機場 我們的機場是在1981年建的 雖然他們比較晚建 可是你要知道香港機場 跟我們第一行站 我們的第二行站 可是2000年別人家晚建 可是我們在二行站當中 所有的比香港吃辣腳機場 要晚建的 但結果事實上是這麼樣的 我其實還挺喜歡出去的 但我偏偏就是沒有這種天賦 他不一樣是天才 我的研究只差一步 一個數學家研究了一輩子 發現最後沒有成果 你會放棄嗎 我不會放棄 年輕吧 不就衝動 要奔放嗎 立場 就算追不上天才 那一天 你探索對著的美妙相同 人類大部分的惡努 都不在正當 我要謝謝謝謝 你也和我一樣 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以及手搖影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往往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在採訪的時候 有時候會突然找不到手機 有時候太忙 如果可以掛在身上的話 其實是蠻方便 就是不用 我手不用再多拿一個東西 或者可能又遺忘在哪裡 然後等於說我跑個現場 然後突然又忘記我手機放在哪 好安心喔 而且它還有一個這個可愛的 Live的這個小圖標 我覺得還蠻不錯 因為像有一些可能手機的掛繩 它可能太細 真的我去台風我幹嘛 我去台風我